7月7号上午 柬埔寨公共工程和交通部部长孙战托指出 应无人乘坐金边火车站至机场的短程列车 该部门正在与皇家集团讨论 是否要将这条线路关闭 为了让前往机场的乘客免遭堵车物机的烦恼 柬埔寨政府在2018年4月10号 正式启动了从火车站到金边国际机场的短程列车 但该线路的列车每次需要15至20秒的时间 越过俄罗斯大道 经常与汽车或摩托车发生碰撞事故 所以危险指数较高 再加上并没有太多人乘坐这条线路 运行成本难以回收 因此政府考虑将其关闭 金边一名男子近日从按摩店出来之后 发现自己身上的400美金全部都变成了民币 本来想找按摩店算账 但惊动了记者和警察 这名男子因为不想被记者曝光 所以只好认栽逃离现场 7月6号凌晨 金边一名30岁的男子按摩结束之后 付了12000瑞尔 然后就骑着摩托车离开 但不久之后 他在买东西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身上的400美金真钞 全部都变成了民旨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被按摩女偷听换日 所以立马跑回按摩店寻求说法 结果按摩女早已经不见 按摩店的老板也打死不承认 他也无可奈何 直到警方和记者来到事发现场后 男子因为害怕记者拍到自己的样子 所以立即离开了现场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收看更多节目的视频资讯 欢迎订阅简中资讯 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帐号 我们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Tube